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现在是六月初 我花园里的铁线连呢 陆续开放 其中的一些呢 已经开始进入盛花期 那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看几种 开得正好的铁线连 这几种呢,正好呢 长在一起 它们呢都是老牌的 非常出名的 格外受欢迎的铁线连 这株呢是 Nellie Moser 花超级大 它是一株非常有名气的 双色铁 比较著名的双色铁呢 一个呢就是Nellie Moser 另外一个呢是Dr. Ruppel Dr. Ruppel的颜色呢 比这个红一些 但是花没有这个大 这个的花呢超大 十五六厘米大的时候 而且它的花呢 开得非常平展 今天风呢有点大 但是不影响赏花 这株铁线连在我的花园里呢 有七八年了 或者更久 因为它是B类铁呢 基本上每年呢都应该是轻茧 但是有时候呢 偶尔呢我会重茧 这株应该是前年有重茧过 所以现在的状况呢还可以 你看远一点给你看整株 从地上开始一直到篱笆的顶部 这个篱笆大概有一米八 都开满了 还不错 旁边呢是粉香槟 粉香槟呢是每一年呢 都开花最早的 那今年呢又有强光照 暴晒 又下过两场雨 有的呢已经不行了 而且这边的这个架子呢 比较矮 你看上面这一节呢没有 所以呢它的花呢都堆在这一个部分 当然下面也有 但是主要呢是堆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特别满 假如能把它分开一点的话呢 会看起来呢更多 你看上面的花呢已经晒成浅色了 其实它刚开的颜色呢特别特别美 下面没有晒的应该会更好看一些 对就是这个颜色 非常美 粉香槟呢我特别喜欢它的颜色 但是呢它的花期相对其他的似乎呢要短一些 而且也特别容易呢被晒白 你看颜色差别是不是非常大呢 给你对比一下它的花 这个Nelly Moser呢会大一圈 好大一圈 拿近一点对比一下 不过它毫无疑问呢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株铁线莲 颜色非常的强颜 再往这边看呢 大家都认识 Josephine 永远都开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时间呢最长久 最持久 它这个花开完以后呢 中间的这个pompom 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能保持一个多月 篱笆上面呢 之前有最早的有花苞呢 都在上面一排 全部被咬光了 你可以看到全是杆子 全是花梗没有花 它开的又久 又是复半 花期又长 这个我去年呢 有做过重检 去年年初的时候 做过重检 基本上没有受影响 花还是非常的多 不过呢 它下面的杆子呢 已经很老了 给你看一下 从这儿往上 差不多一米的距离 都没什么花了 有点难看 再过些日子呢 这颗绣球长大呢 就好看一些 通常铁线帘的寿命呢 大概也就是 10到15年的样子 这一株可能有10年了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也可能差不多了 假如它死掉的话呢 我也可以再换一株 因为花园里呢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 不过这株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颗 这样说起来呢 也许我今年呢 应该重新插一只 这样的话 假如有什么意外的话呢 我可以还有另外一株 这就是今天呢 我给大家欣赏的这三株 碧类铁线帘 开花最早的三株 之后呢 我再陆续呢 给大家看别的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